又有任道伯真 也懂得办公结缘 而自己情性不改脾气暴躁 一时尊敬先贤 亲热道友 一时反面无情 且而伯代父母 抵触师长 或弟兄不和大家争吵 此时根本之地差了 岂非七心败得乎 最主要就是脾气暴躁的人 脾气暴躁 有这样的人 不改自己的性情 性子来了就乱了套 有时候很热情 亲热道友 尊敬先贤 有时候就翻脸无情 脾气暴躁 脾气暴躁就一定要改 一点点小事 就一天到晚吵闹不休 兄弟姐妹争吵 忤逆父母 抵触师长 虽然他任道很真 也办道 也行功了愿 也广结善缘 但是火烧功德 额铃 房子盖很大 但是一不小心就放火烧了 这也是很可惜 就只是脾气暴躁 易怒 就很多好事都坏了 很多善缘都给坏了 多少道场领导者声名赫赫只因一念七心 暗地做败德之事 上天不幼树虐缠身 其有竟有堕落不堪则已 还有很多声名赫赫的领导者 没有赔心得 光是办大事 但是德性没有培养 道德没有培养 然后这些毛病都没改 这边讲的 色心 贪财 还有什么 脾气暴躁 不量力而为 忘恩负义 欺压道亲 背叛前嫌 这些毛病都不改 人很容易犯这些毛病 我们人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宁可去做大事 我们也不要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的一些毛病习气 面对自己心中的很多的魔鬼 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魔鬼 心魔 这些都妨害你的心得的成长 没有把这些心魔去除不行 心魔不去除 好像这个花圃里面的 这些杂草不拔掉 这个花是长不起来的 虽然很多花 很多种子 但它没办法发芽成长 因为杂草太多 杂草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些 大致上是这些 还有很多 大致上是这些 故修行人应时时惧怕 七心败德 防范之法如下 所以我们要惧怕七心败德 要不然的话你修一辈子 办一辈子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盖了高楼大厦 一把火全烧光 跟功德全无了 很可惜 就算是前辈领导 都会犯这种事情 所以要警醒自己 那要怎么做呢 一要孝敬前贤 二要久敬师尊 三要和睦道亲 四要正直无师 五要午夜自私 无惭愧处 六要银钱清白 不沾分文 七要首份安命 老成做事 八要讲究根本 做好榜样 这八条呢 也很白花 自己提醒自己 这八条想一想 时常用这八条呢 来检讨 我有没有做到这八条 这八条看起来很多 事实上并不难做到 要不要做而已啊 对不对 孝敬前贤 前贤啊 道场中的那些前贤大德 前人啊 简传师啊 前面有讲啊 如果说 偏头磨道啊 偏头磨道 被主忘根的前贤啊 就不要跟他了 各作各式 如果前贤大德只是 说话比较直 会规劝你 那你当然要 能够尊敬他 顺从他 这没什么困难 酒敬师尊更不要说了 我们激公老师 师尊师母 弥勒祖师 当然要永远尊敬 我相信这个是 很容易做到的 和睦道亲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道亲相处 一定要和睦相处 不要整天你 你讲我对 我讲你错的 是是非非的 互相指责 互相看不顺眼 所以道亲相处 最重要就是要和睦 不要伤了感情 不要一点件事情啊 就互相指责伤的感情 第四个就是要正直无私 要正直没有私心 没有自私自利 所以正直就是公 就是公心啊 一切秉公处理 这叫正直 站在公家的立场 不要站在自我的立场 这个在这个时代是很容易 因为在道场中呢 你要做到这很容易 因为你只要不公平 不公正就有一大堆的反弹 现在人和以前不同 马上人家就反弹了 你只要不要硬干就好了 马上就会听到很多声音 很多不满的声音 所以这个不会说你不正直啊 然后自己都不晓得 不会的 不平则民啊 在这个时代已经别的没有啊 以前古代不是啊 以前古代不公平的事情 大家就忍气吞声 现在不会 现在一点点不公平啊 我马上降下了 午又午夜自私无惭愧处 半夜睡觉以前啊 不要光想说 想一些 今天一整天啊 谁对不起我 谁对得起我 这些恩怨是非 不要想这些 不要想说明天我要做什么事 睡前就要想说 我今天有没有做一些惭愧的事情 不该做的事 不该说的话 这就是一个功夫啊 六要银钱清白不沾分纹 这个比较容易做到的 尤其是我们道场啊 单纯 一般来讲你要 要兴建大庙啊 就比较麻烦 前进前出的 就比较麻烦 像我们这个 租房子当道场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银钱好沾的 七要守奋安命啊 老诚做事 守奋安命老诚做事 守奋就是说守自己的本分啊 安命就是说 就是说看自己的能耐 我的本分就是 我不要说我是坛主 我又把我坛主的事做好 当坛主不要想去做点传师的事情 当点传师不要想做前人的事情 所以你要有本分 要守住你的本分 所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正 安命就是说要量力而为 我能力有多少 又做多少事情 不要力小呢 心大 最后呢就前面讲的 押出魔来了 什么叫老诚做事 就做事不要图大 图快图多 我们说这个人老诚 老诚的意思就是说 他做事小心谨慎 不求有功先求无过 不要出差错 不要坏的事 不要光想说成大功立大业 不要坏的事就好 这个事情我不要出差错再说 不要说做得多漂亮 多轰轰烈烈的 起码不要有失误 这叫老诚做事 前提就是不要做错 八要讲究根本 做好榜样 那讲究根本呢 什么是我们的根本 根本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裴心得 我们心中有 自人永三达德 这个是要时常告诉自己 我心中本有的东西 就像我眼睛看得到 我就应该让它看得到 耳朵听得到的 我就应该让它听得到 我们心有这个功能 智慧 仁慈 勇气 这个我们要去把它 把这个本有的东西 固有道德 要给它发扬出来 然后来做别人的榜样 做好的榜样 凡对不住天的事 一件也不做 对不住人的话 半句也不说 宁可人欺我 我断不欺人 果然心得培养 上可以感神 下可以感人 人神欢喜 自然不招摩考 办公则工成 修果则果就 所以我们 办到 办不成 办事办不成 都是因为招摩考 人神共愤 人也讨厌你 神也讨厌你 当然不会让你成功的 所以一定要能够 人神欢喜 人也喜欢你 神也喜欢你 那怎么样呢 品德高尚 没有别的 不是你能力强口才好 学问好 品德高尚 心得要培好 心得培好呢 就是要把 要把这些坏心眼 前面讲的一些坏心眼 这些要除掉 这些坏心眼呢 不要让它存在 但是我觉得我们人 最麻烦的就是 要说到自己的 所谓智人勇 好像很疏远很陌生 没有感觉得到 我有什么智慧 我爱心也不够啊 要爱很少 怨恨倒是很多 然后愚痴 我迷惑的事情太多了 我现在怎么智慧 对人对视对物 我的智慧判断 霍乎吉凶 先见之明 一样都没有 都只有疑惑而已 讲到智慧 问号太多了 明天要怎么办都不晓得 今天要怎么跟人相处都不晓得 怎么教育子女都不晓得 怎么跟家人相处都没办法了 不要说做别的事了 没有智慧 没有勇气 心中充满了恐惧 不敢承担 所以整天活在恐惧担忧之中 那就不勇敢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 面对自己的心得 心中朋友的道德 觉得很陌生 觉得没有信心 可是面对自己的什么 坏心眼 却觉得他的力量好大 自己的懒惰 嫉妒 贪心 恐惧 怨恨 骄傲 脾气暴躁 这就觉得他们都好大 好庞大 消灭不了了 这是我们的大问题 我的焦虑 我的彷徨 所有的坏心眼 无法抵抗 所以讲这一堆下来 就会觉得害怕了 这些搞不好 我每一条 我都可能一不小心就犯 犯了以后 就像这边讲的 犯了定多地狱 那不就多地狱定了 我们强调就是 我们面对心中的这些魔鬼 我们觉得说 心中的圣贤 好像都退隐到 退隐三菱了 我感受不到 刚才讲的 智慧 仁慈 勇敢 力量很微薄 但是贪嗔痴的力量 非常的大 不相信自己 可以对付得了它 这是我们对于心的 一个误解 我们总是觉得 这个人有什么不好的性格 一辈子都改不了 因为我们从小 大概看了父母亲 就是这样子 暴躁的就永远暴躁 自私的就永远自私 悲伤的就永远悲伤 紧张的就永远紧张 我们人总是对于 自己的那些毛病 好像赋予他好大的权力 好大的权力 觉得出 我不可能 他的力量太大了 不可能改变了 这是一种错误 对心灵的一种错误认识 然后我们就会想说 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他 像我们修十三宝 三宝 用三宝来对付我们心中的魔鬼 来消灭他 昨天我来看我的部落格上面 才有位道亲留言说 当他 当他这个 心情非常恶劣的时候 用三宝 没有用 用三宝来对付自己的 恶劣的情绪 发现没有效 没有效就更肯定这个东西厉害了 对不对 我生气的时候用三宝没有效 哇那生气比三宝厉害 魔力高强 我悲伤的时候用三宝没有效 哇那这个悲伤魔 比仙佛菩萨还厉害 这个都是我们先肯定他 我们都事先已经觉得 他是不可能改变了 我们西天二十八代祖师 有第七代祖师 他这个人很特别 他这个人就是整天拿着一个酒瓶 就酒鬼了 简单的说 拿着酒鬼就在路上走 也不住家里了 大家都认识 大家都叫他狂人 有点像李白那样子 整天拿着酒瓶 在旷野中走来走去 有时候就唱歌 有时候就狂笑 大家都称他为狂人 不知他性能 结果后来第六代祖师 不是六祖慧能 是西天二十八代祖师 第六代祖师 看到他了 他一看到这个祖师 就把酒瓶一丢下 又跟他出家去 后来成为第七代祖师 毛病这么多 那个狂人 又喝酒成习的 然后完全 简单说 反社会人格 完全不接受社会规范的人 酒瓶一丢下 不只是出家 成为祖师 这个第七代祖师 给他的传法纪 就是把祖师的位置传给他 而且传法纪上面讲 这传法纪我跟大家讲一下 无心无可得 我们不是得道吗 得道 大道 得道心法 三宝心法 三宝心法就要用来什么 用来救这个心 用来救这个心 把你这个坏心除掉 好心把你培养起来 对不对 他说无心无可得 其实我们认识自己的心 刚才我们讲的 忍识 勇敢 智慧 我看不到 贪心 嫉妒 恐惧 徬徨 沮丧 忧伤 这个常常看得到 这就叫做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 道心是很以为的 隐为的 其实智慧 仁慈 勇气 都是碰到事情才出来 它平常不存在的 如果平常存在 平常时常告诉我 哇 谁敢得用 那就是着魔了 或者说 好有爱心 好有爱心 又想着就想着泪流满面 这叫着着的悲魔 这都是着魔的 或是以为自己很有智慧的 便才无碍的 这个都是着魔 智人永平常都是不存在的 碰到事情才出来的 才会出来的 所以说 无心无可得 所以我们传道就是告诉你 你要去过觉悟这个无心 没有这个心的存在 无心无可得 然后也没有一个法 一个心 得到一个法 得到一个法 所以可得不明法 如果有法可得呢 就不叫做法 最重要在这一句 若了心非心 死解心心法 你要了解呢 这个心 非心 无心 今天传道就是要你 了悟这个心非心 我们一般人认识的自己 就是我很懒惰 我很担忧 我很紧张 我很什么的 然后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自我催眠 久了别人也认为 你就是这种人 告诉你 此心非心 你所看到的这个坏心眼 它是不存在的 拿出来看看 拿出来看看 你的沮丧恐惧拿出来看看 无形无相的东西 不存在的东西 所以要去了悟它 直接发现它都不存在 要了悟它 把心收回来 好好看一看 看一看它是不是存在的 观自在 所以不要说 先肯定它的存在 我要去消灭它 你肯定有这个病存在 然后我就要用什么药来治它 你发现 察觉到它是虚幻的 先从自己的心开始察觉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我过去就是这样子了 我从来就是这样子的了 这就是过去心 我从小就是这样子 很多人喜欢谈这个 你讲到心灵的探索 就很喜欢探索自己 我从小就是这样子了 甚至我上辈子就是这样子了 这就是过去心 拿出来看看 心非心 此心非心 所以你要能够了悟 那些困扰你的所有的心 都是不存在的 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 什么是以心应心的大法 所以诸佛菩萨的这种 大慈悲心 大智慧心 可以以心传心 可以直接摳比到你心灵中来 关键就在 你能不能够了悟心非心 不然的话我们都是觉得 这个跟我没有关系的 我的心就只有这边讲的 色心啊 贪心啊 贪财啦 我就是贪财啊 我对倒霉兴趣啊 我就是贪财啊 傲慢啊 自大啊 忘恩啊 想起来真惭愧啊 每一样都有 口是心非 狡猾奸诈 每样都有 然后就觉得我改不了 我就是这样子了 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好好去了悟一下 好好去面对它 发现它 发现它的不存在 三宝就是要让你觉悟 我们就讲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我们来装向沟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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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